马鼠蛋 我恨你 我给你每一个视频都发评论 就是不回我 私信也不回 什么 我居然招人恨了 我真的 那我先来回你 不许恨我了 马鼠姐 麻辣毛蛋说你是她的妹妹 哪泥 毛姐居然说漏嘴的 连我是她妹妹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换说 你们还知道其他什么事吗 小马鼠 昨天范德西和奶酪都亲在一起了 你不管管吗 这我怎么管嘛 人家和奶奶只是普通朋友 他们俩相亲 我只能在旁边咬牙看着 马鼠姐姐 能把你这身装帮换了吗 感觉真的不好看 你居然说不好看 好吧 其实我也发现了 真心真心 这呀是不是好看多了 马鼠姐姐 这是我的信 希望好好看一下哦 宝宝 你的信我都看过咯 很感谢鱼人喜欢我 但是目前我是不属于毛姐他们团队的 如果你想见他们一定要提前联系他们 不然会打扰到他们的 说到这个打扰来听下一个评论 马鼠蛋不只是他的粉丝吗 怎么感觉越来越像私生犯 真不好意思啊 那期视频我没及时清楚 首先我每次去找奶奶都会和小哥姐姐还有毛姐联系 他们同意之后我才去的 主要当时车罗子也在 人家被他赶过一次 当然要防范了 没想到被大家误会为私生犯 小马鼠做的是不是过分了 让随形解除范特系和奶酪的猎人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知道在大家心中 落发CP是不可替代的 在这里我为自己的行为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 我不敢这样做 其次呢 还有一部分评论是对我的业务和谩谩 我也不想过多的解释 而且我既然是奶酪的真爱粉 怎么可能不在她的粉丝群呢 我看到好多不喜欢还辱骂我的人 我也不想去理睬他们 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你们随口拖出的一句话 会对别人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恶意的评论 哎呀 没想到结尾居然伤感了 真不好意思啊 对了 以后马叔我的新造型就这事了 再配上个BGM真的太屌了 菜就多练 菜就多练 输不及别玩 以前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这种轮廓的 我怎么可能会有新造型的